以自产产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怎么做账 首先是以自产的产品作为福利来进行发放 刚才才讲过自产的产品作为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的 然后去投资分配以及赠送的 我们需要干嘛呢 需要视同销售 既然叫视同销售了 说明你就像销售一项货物 一样要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确认相关的主营业务成本 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有个大致的意思 然后再来看具体的账务处理 首先第一步 根据授意的对象确认应付质购薪酬 也就是我要去既提非货币性福利 我应该怎么做 类似于前面的货币性福利 我应当去借相关的成本费用 大应付职工薪酬 那具体来看一下 借记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再建工程 研发支出等科目 这个都类似于前面工资啊 其他的短期薪酬 这些货币性福利有关的处理 那带呢 带方是大应付职工薪酬 注意二级明细 它就变了 它是非货币性福利 那这个地方大家需要进行记忆 再来看第二步 我在实际发放这些非货币性福利的时候 又应该怎么做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去理解一下什么叫做适同销售 那假如说 这是一个真正的销售 销售一项货物 大家之前是怎么做分路的 是不是应该借记应收账款 银行存款 然后什么其他货币资金等等这些科目 然后带主营业务收入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你是不是这样做的 收入 然后在这样结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库存商品 涉及到有跌价准备的 还一并要把存货跌价准备给注销掉 你是不是这样去做的 这个成本的结转呢 是的 那这里呢 我们它是一个视同销售 大家发现没有 以下的这些会计分路都一模一样 只是借方的科目 它不再是应收账款 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而是应付职工薪酬 非货币性不利这个科目 那如果说 大家对前面的这个销售 销售相关的货物 以及截转这个有关成本 这个分路非常熟悉了 那我们直接去替换 第一条分路的借方科目即可 那了解到这种程度 那我们这种就是叫视同销售 接下来我们要对比一个金额啊 既然前面我记提了 这里我发放了这个非货币性福利 那这两金额应该是一致的 那这个一致的金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是包括商品的价款部分 还包括增值税的部分 也就是价格加上税金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应付职工薪酬 非货币性福利这个科目 核算的金额计量 注意 既然是视同销售 这个地方的价格应该是什么 售价 应该是实际的售价 而不是你这个产品的成本 那这个地方再次强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